工作那时候是要上课 突然有一些学生 因为他们爱讲话 然后有点吵 然后我下去要念他们的时候 突然听到咖一声 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 瞬间没有办法动 痛到已经 瞬间会失去那个意识判定 所以那时候就紧急开刀 然后开刀完毕之后 我印象很深刻 后来我转到那个父亲课 他跟我讲说 常常遇到亲朋好友 说去看医生 被诊断过 说你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其实自律神经失调 我们讲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种 这个压力 压力造成的一些 这个生理功能的一个失调 所以其实除了警刑之外的 其他几个 其实大概不是 平常不是那么容易区分 一定要到医院里面 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去排除去确定 找到方法也是比较好 容易解决的 是吗 是蛮容易找到方法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有一个很吊诡的点 就是说 越轻微的病症 其实越不好治疗 所以常常有时候 越轻微的 其实越不用去担心它 但是越不容易好 它越容易拖得久 我的工作那时候是要上课嘛 然后我们有时候上课 其实那个时间很长 然后十年前那个时候 因为大陆推广 就是你从事一些专业职 必须要有证照 那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 本身是可以直接发证照的 所以我差不多一个月 是收一百个学生 然后我们大概要上半年 突然爆增成一个月要收六百个 哇 所以你会变成六倍的量 你说教室什么硬体设备 还可以改变 但软体设备 你一时找不到这么多老师 变成我们自己要贴下去上 所以我那时候严重到 我早上八点第一堂课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下课 因为你有很多实习课 你实习教室有限 你必须要轮班去上课 所以我们几乎 一直在换教室上课 所以中间的休息 其实也没什么时间休息 然后我是在突然在帮 就是学生上课的时候 突然有一些学生 因为他们爱讲话 然后有点吵 然后我下去要念他们的时候 突然听到咔一声 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 瞬间没有办法动 其实在这之前有一些征兆 就是我会开始有点手麻脚麻 可是那时候我都以为是很忙 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太忙太累了 你认为是正常性效 我们十一点下课还没办法休息 你其实还要回去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问题 你要帮学生整理完 因为他会有问题问卷 会发到我们的信箱 然后我们就要整理完 差不多都是一两点才睡 天哪 你听起来一个人 大概当六个人用 对不对 每个老师都一样 对啊 好可怕 虽然就有压力了 然后突然听到咔一声之后 我瞬间没有办法动 因为痛到 我那时候觉得好像痛到 已经瞬间会失去 那个意识判定 真的很痛很痛 你很难想象 好可怕 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站住 我要马上坐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很习惯会这样 就是会把头请 就是头会往前请 对 因为你在讲台上的时候 也习惯会往下讲话 然后我们会有时候 因为一百个学生的教室很大 你不太可能 就是只在固定一个位置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有点吓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动 所以那时候就紧急送到医院去 然后医院去之后 医生就说我是颈髓盘滑脱 压迫到神经 而且压迫一段时间了 那我又很害怕在那边开刀 所以我就紧急送回到桃园 然后在中医院的医院 直接开刀 然后开刀完毕之后 我印象很深刻 后来我转到那个复健科 他跟我讲说 我要三年的复健时间 对 我就说 为什么要这么久 他说那复健科 怎么跟我说 他说 颈部的复健 基本上一年起跳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 每个礼拜去了两次 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不过那个是太痛苦了 我后来才问那个 他跟我说 如果要加快的这个改善 我可以去中医科挂针灸 用针灸来辅助治疗 那确实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还是要继续掉脖子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掉了 蛮长一段时间脖子 那一旦这边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治疗呢 手术 除非是很特别的状况 才会一下子用开刀 比如说高处坠落 脊髓损伤 那个才会是 一开始就开刀治疗 要不然一开始都是用 所谓的非开刀的方式 非开刀就是 比如说药物治疗 电疗 跟这个物理治疗 那物理治疗的话 其实就是包括 蜥蜴的附件 跟中医治疗 当这种 这个非开刀 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 效果出不来 才有可能跳到说 也许要考虑开刀 如果外面有常看我们节目 应该是不是就已经学会 这郑医师常教我们的几招动作 对 好那是不是有护颈的三招 我们一起来 再来复习再来学一下 对 好 那在我们复习那个动作之前 就是说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 肩颈肌肉的重要性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头的重量 其实很重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先天 应该也不能说先天 本来就是肩颈肌肉 就肌肉力量 所谓的肌力不足的这种情况 那你肌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要承受头的重量 再加上后来 我们刚刚讲的 山西滑不停 这种姿势不良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肩颈的肌肉疲劳 是 那肩颈肌肉疲劳就是会造成痠痛 那疲劳之后肌力又不足 头的力 头的重量支撑不住 颈椎就会开始变形 天啊 颈椎变形之后 再下一步就是可能 就是椎肩盘突出 然后压迫神经 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来 所以肩颈的肌肉力量 肌力的训练 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颈椎后面连接到 这个肩胛骨 这个部位的肌肉其实是关键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练这个部分肌肉的力量 这个肌力把它练出来 把它有效的把它站起来 跟着我们的正义师一起来做 这个护颈的三招 对 第一招是 第一招 对 第一招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所谓的 就是俗称的就是所谓的像乌龟颈 乌龟颈 对 乌龟颈 所以其实像这种状态之下 就是一定要提醒自己瘦下巴 你要低头看东西瘦下巴 就是一样看手机要瘦下巴 可是这样很累耶 这样瘦下巴 有会这样吗 对 瘦下巴 一开始会觉得不太自然 大概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习惯一个动作 知识久了 所以可能刚开始这样做 你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就是说你低头看东西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提醒自己 不经意这样低头就是乌龟颈 但是你一定要收下巴 有收下巴 是吗 应该是有啦 因为看起来 背也挺起来了 这个姿态比刚刚好多了 好多了 好 那你要再训练自己的姿态的话 可能就是用一个重量放在头顶 去练那个拼的 重量好 那医师示范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最最简单的 就是一包盐 这个大概一公斤的重量 也不要一下子太重 因为我们头的重量就已经够重了 对 好 那我们就顶在头上 顶在头上就去练 那收下巴这个动作不只是坐着的时候 像我们平常站着的时候也是一样 站着或者是走在路上也是一样 想到你就要收下巴 因为大家试看看你一收下巴 一定整个身体 感觉好像这个肩翼会挺起来的感觉 包括整个胸后的姿态就会出来了 所以第三个物归原位 把头归到原位的位置 收下巴 然后收下巴 随时提醒自己收下巴 随时提醒自己收下巴 那我们曾经是脊椎滑脱过 对不对 那些怎么样保护呢 刚刚孙医师有说嘛 我们其实颈部有很多的肌肉 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做复健的时候呢 我其实要做掉脖子 掉的过程当中 我不得不说还算舒服 可是你每一次都要花很多时间过去 有点辛苦 所以那时候其实中医师还有那个副健科医师 有推荐我一些 就是一些他们在医院里面 可以推荐使用的一些 护颈 辅助的一些护颈的产品 比如说他有一些用手冲气的 然后你可以带上面 然后他可以帮你用冲气来进行矫正 或者是他有一些按摩设备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可以 O-1的概念 就是把所有我想要同时可以拉伸脖子 然后可以加强我颈部的运动的 然后又可以帮我做一些乐敷跟按摩的 如果可以有这样O-1的就是把所有功能都放在一起的 才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我今天跟JK哥来分享 我今天所带的小法宝 使用上非常简单 就是像一个这样套环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你自己的松茎 而且它是两层的 然后而且它基本上带上去之后 你就脖子不自觉就会抬起来了 你要滴也滴不下去 因为我们在带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它不要带太紧 所以大概有一到两个手指头的宽度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空间要按摩的是不是 对 它就会帮你充细了 而且我觉得很喜欢的点是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脖子长短不一样 像我的脖子可能就不是很长 但我妈妈脖子会稍微长一点 那如果我在家里面使用的时候 我妈妈自己享用的时候 我就担心她脖子长短不一样 可能使用上会有困难 结果她也可以 AI自己去量测你的脖子长短 然后设计它专属的行程 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它是需要先乐敷 然后紧接着呢 它就开始帮你拍 你觉得明显感觉 你的肩膀是被拍的 这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到 我们的拉伸运动 这时候只是先乐敷跟拍打 因为拍的过程当中 会让它周边这边 比较容易有松的感觉 那杰希哥你现在这样有热了吗 有热了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还有两种温度的调整 你可以调整40度或者是50度 差别在哪 差别在就是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担心太热 你就按40度就好 然后因为它40度 就会比常温高几度而已 不会造成你太热 因为带久是会热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运动 运动也会增加我们的这个 整个颈部的热度 对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点 我也觉得不错 就差一点也可以选择强跟弱 像我现在选择的是弱 你也可以选择强 可以听到声音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再回到弱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也不错 就是可以单一操控的 你也可以单独只有乐夫 单独只有这个拍打按摩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就进入到它的AI模式 这个AI模式会开始进行冲气 听到冲气 一冲气以后 四颗的气动马达冲气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在上上下下 有没有看到它在上上下下 有 这时候就是在量测它的脖子高度 跟长度 然后它里面的IC就会去运算 以它这样的高度跟长度跟宽度 大概适合什么动作 什么时间该左关 什么时候该右弯 什么时候该往上拉提 然后在拉提跟拉伸的过程当中 帮你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持续帮你做乐夫跟拍打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之前我也会用 睡觉躺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你不要躺枕头 因为这个厚度已经可以直接支撑你的颈部了 你就躺着在床上 然后很舒服 然后帮你做15分钟的运动 那这样子会觉得全身都放松 我自己又很小心 因为我很害怕那种莫名其妙来源不明的 所以最好它本身生产有一些 比如说在医疗器采产生产 有一些相关的认证佐证 做过实验 在拉伸的力度上面 是被有效控制一个安全范围内的 那我们来看看Jackie 你可以发现她越做越想睡 她的反应是怎么样 会不会睡着了吗 有一点 很舒服的 就是你在舒服的享受同时 还帮你继续做运动 她现在是用在AI的模式了吗 是的 还没有 我们都是在AI 现在已经在AI的模式了 AI模式就是由大数据帮你去选择 适合你的运动模式 然后15分钟就停 所以其实你做完15分钟 自己就会停了 也不用担心你不小心睡着了 OK 然后另外呢 要麻烦那个Jackie哥 要把眼镜拿下来 因为我觉得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可以搭配一些眼罩来使用 会更舒服 OK 因为我们其实眼睛 也要充分地放松 眼睛其实也蛮疲劳的 对 所以我就会同时戴个眼罩 那这个会是什么材质的啊 因为其实呢 我眼罩我喜欢选一些像石墨C 然后本身又是 就是抗菌的 或者是有竹胎纤维的 因为你眼罩 其实是要每天戴在身上 有时候我们出国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常常吸 所以抗菌效果好一点 还有就是我希望是完全闭光的 然后另外因为石墨C 这样一个材质 它可以加强我们眼镜 周围的一些舒缓 然后加强我们的循环 然后另外就很人体工学 然后贴得很紧 所以我戴眼罩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会有光跑进去 你感觉怎么样 眼睛的会不会很紧 太紧吗还是觉得 OK 你只会想睡 现在上班时间你比较睡着 对 你现在工作 对 怎么这么安静 你现在工作 对 不过我觉得蛮适合我们上班族 现在也可以午休的时候 对不对 是 大家如果已经看电脑 看一整天了 你其实真的是要短时间休息的话 你就是戴在上面 然后眼睛闭着 你会觉得放松很多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个 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些运动设备 然后我觉得短短的15分钟 其实你在上班过程当中 给自己中午的15分钟也不错 然后下班回去 给自己15分钟也不错 而且现在有担心疫情的问题 有清洁保养的问题 它这个皮革设计上面 是可以直接喷杀酒精 太好了 就不用担心酒精喷杀上就会硬化 不是 都怕呼起 对 很多先生都是有这种问题 喷一喷 叉叉就可以下一个人使用 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轮流用 然后就不用担心说 自己买回去 清洁上面也是 很简单 我觉得它也做了还蛮贴心的设计 而且它是用气动的控制 就不会太痛 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它可以自己调整 Jackie 体验者除了想睡之外 那还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 因为你现在蒙上眼睛 我们看不到那个表情 对 你有没有给他四手按摩过 有啊 有 就是有一个按摩师傅就在 两个 两个 这是我们Jackie的体验分享 扩胸 那我们现在要让自己随时能够记得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开阔心胸 开阔心胸 开阔心胸 需要耶 对 扩胸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扩胸运动 这一次好像是说 你每次每天早上起床 会做超过100下 对不对 对 这个 这个我自己把它当成 每天起床就是一个 热肌 起床运动 热肌的一个概念 对热肌的概念 那这个当然是先看自己的能耐 看能够做到几下 我们要先开阔心胸才会有美好的一天 没错 好 再来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就要 高抬跪手 OK 好 高抬跪手 就是要对空拉单杠 对空拉单杠 那对空拉单杠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一个 就是说你的 手一定要展开 让肩胛骨能够展开 平常我们在家里很少 会把手举起很少 除非你有这个良好运动习惯 你如果做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有点闷闷的 扩胸用是很舒服的 对对所以叫什么开阔心胸 高抬跪手 开阔心胸 第三招就是物归原位 刚刚曾医师说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而也是我们常常最容易忽视 就是警型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Jackie呢 现在就是哎 来告诉我们 他平常怎么样看手机滑手机 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 对不对 那说那知识一定是错误的吗 其实像这种